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动吧 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影演员 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吧 能够在电影放映的时刻 然后得到所有人的挚意 能够获得所有人的掌声 那一刻我觉得得到了尊重 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对之后的电影制度还有什么样的规划 我之前因为是没有正儿八经的尝试过 然后没想到就是一尝试就一下子拍了三部 那我觉得现在对于我来说作为演员 我电视剧 话剧 电影 我都感受过了 其实任何一种形式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在选择下一个阶段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首先看剧本和人物 而不在于是在哪一个大屏幕或者小屏幕或者舞台上 并不注重形式 其他一种尝试的角色是什么样的 这个真的挺难说的 因为我并不是 我选择剧本并不是说我想要演哪一类人 而去专门挑哪一类型的剧本 我不是这么去选剧本的 而是我可能更看重的是故事 和这个剧本所营造的这个世界 能不能让我相信 够不够真实 最早的电影是什么 太多了 有这么多优秀的电影人 我觉得应该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 学习到新的东西 包括你想这一次的刁一南导演 李仁港导演 还有陈可欣导演 都会给我不同的养分 我觉得我跳的挺好的 因为那场戏里面 小美和那个齐道 还有那个万倩 他们是参与了这场跳舞的戏的拍摄 所以他们之前就 学习过这个舞步比较熟悉 我是现学的 我觉得我现学能够跳个七八成 我觉得已经很满意了 知道有本事把你的这个跳舞视频 评价为广场舞吗 那我觉得评价很高啊 然后昨天还有一个就是说 呃雷家英看到了师兄鼓歌 所以当时你后来有看见 你们俩就是 那个像是一笑的那个照片吗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呃非常感谢 呃抓拍的同学没有站在另一边 因为我相信如果他站在另一边的话 拍出来的画风应该也是一样的 那个头会更大吧 更长吧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给公司请叫橘猫使命 哦 嗯 橘猫 这就不用解释了吧 嗯 嗯 就是那张迷之自拍给大家的冲 就视觉冲击力太大了 我想包袱拍要不要 这很用回答吗 那有包袱的人会拍这个 会发这个自拍吗 但是粉丝们觉得说 这个冲击力已经不够了 像我来讲更狠的 好 你们等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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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